三年前,施济青来到了谁来晚餐 这个家的男主人罹患了致命的肿瘤 靠着三样法宝,男主人的肿瘤起机消失了 面对生命无常,施济青和男女主人 畅谈生死话题 很喜欢去拥抱死亡 但是要好死,不要有残缠病 她现在终于不怕死了 那你对死怎么看 我早就死过了 像你们这样子的爱护森林 这些都是法不施 所以你们放心好了 来生一定更好 又国王又公子 新年的结婚 谁来晚餐感谢这位带来智慧话语的来宾 也谢谢他毕生的付出 豐富了许多人的生命 今天晚上九点 胖癌成功的建走家庭 纪念诗济青课集 就在公示频道 谁来晚餐 谁来晚餐